明年是因为是属虎 我们会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流年的红卵 对公有一个流年的天性 但是明年呢 是一个大家都有恋爱机会的念 可以来仔细看看说 明年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 当你的主心在这里面 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啊 今天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会知道这个人从哪边来 好大家好 前阵子拍了明年 所有的流年夫妻宫感情状况 很多网友私讯说 老师你讲了明年流年夫妻宫 大家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子 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提到说 我现在单身 那我明年我桃花会从哪边来 我明年有没有这个桃花的机会 那今天呢 我就来把这段补充一下 今年呢 有出了这个2022年度趋势预测书 很多人呢 都反映希望说 对于自己个人的明年度的规划 要有一些更提早一些想法 所以说打算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每年在年末之前 我们就会出这样子的趋势预测书 单纯讲你个人的部分 书籍的内容呢 会对应你自己的本命盘 所以会很详细的去帮你解说说 如果说你的本命盘的命功 是只会欺杀同工 那明年的运势 大概是什么样子 农历几月要注意什么事情 可以让大家呢 对应自己的本命功的主心 就可以知道明年一整年 整个概略的方向 让大家可以提早知道明年该要怎么布局 2022年的年度趋势预测书 官网还有在虾皮上面都有卖 另外呢 这是今年呢 我们特别出的首帐 有行事力的功能 我们呢 有把一般农历上面 会标注上去的农历的日期 还有一些节日呢 都会标在上面 让大家可以轻巧简单待在身边 然后做简单的笔记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会用手机的行星来做笔记 但是自己有一本 可以摸在手上 留一点温度跟质感 有纸张的情感成分存在的一个笔记本 可以写下你自己的心情 那更重要的是呢 命理的角度来看呢 你把你自己的计划跟想法 用自己的笔写起来 是一种信念的传达 那这个是笔记本设计的初衷跟原因 里面还包含呢 我们在每个礼拜都会有 一句话来鼓励大家 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什么 有两个颜色可以选 大小很适中 刚好放在包包里面 刚好喜欢的朋友可以来买 紫园斗树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两颗星 叫做红蓝跟天玺 那这个红蓝跟天玺呢 会依照你的生肖去做排列 从哪边开始呢 从毛的这个位置开始 你说鼠老鼠 红蓝就会在这边 逆时针算 鼠牛虎兔龙蛇马 如果你鼠马 那红蓝会在这边 对公一定就有颗天玺星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查 你自己本命盘上面的状况 但是呢 这个红蓝跟天玺呢 不是只有出生年的那两颗 其实还有流年的 也就是说 折斗树里面呢 它会有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有天生出来 老天给予你的 以及外界环境给予你的 那今年外界环境给予我们的呢 也就是流年给予我们的呢 明年是因为是鼠虎 所以呢 从这边 蒜老鼠 鼠牛虎 我们会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流年的红蓝 对公有一个流年的天性 因此呢 如果说啊 你自己本命盘上面的那个 那个红蓝跟天玺呢 不存在于你的流年夫妻宫 那没关系 你今年还有个流年跟天玺 那你会问说 老师可是 我们20 2022年在这边 流年在这边 2022年的夫妻宫在这里 诶 红蓝跟天玺也没有在这里啊 那当然 如果你本来红蓝跟天玺就在这边的 那就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 但是也不在这边啊 那斗树上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不过很多人都知道的 叫做暗和宫 这两个相邻的宫位 这样子的宫位 也就是说 你从这边切开一条线 把它对折过来之后 会碰到的宫位 像这两个会碰到 这个叫做暗和 暗和的宫位呢 它会巧妙而偷偷的影响你 也就是说 明年所有的人 其实都会有那个偷偷的缘分 它可能不明显 可能不是有男生直接追你 可能也不是有个女生 直接对你放电 可是却是 有可能隐藏着点点小小彼此的好感 和情愫在里面 所以明年呢 所有的人呢 都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不然怎么明年 那个大家的知名工 和填在工作有入村吗 对不对 都有生孩子的机会 有想要了解暗和宫的 可以去看那个 我们学会 大岳老师 他有介绍暗和宫的频道 总之呢 明年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明年几乎所有的人 不管是直接做软洗在上面的 或者是说 你是因为靠流年而影响进来的 直接做软洗当然比较明显 而靠流年影响进来的呢 影响力它比较低 但是明年呢 是一个大家都有恋爱机会的念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主心的状况 还是要看一下主心的状况 所以说 你有软洗在这里 或者是这个位置呢 你的主心有化露 或者是有露存心在这边 比如说回年圣有露存心在这边 明年呢 基本上 就会是一个 不管你这边的主心是什么 明年都会是一个 会容易出现对象的人 而且呢 通常都是 会有人会开始 放电啊 示好啊 让你知道说 你来约我OK啊 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边不保证说 你一定喜欢他啦 我们常常碰很多 客人跟我讲说 老师 我那个十年都没有交男朋友呢 我是不是一辈子都交不到男朋友 可是你看他的盘 发现说他不是没有男生喜欢他 而是他不喜欢人家 因为这是流年进来的盘 所以通常是外力进来的 那外力进来给你的 你不见得能够接受 你不见得会喜欢 但是呢 这总是一个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可以来仔细看看说 明年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当你的主心在这里面 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会知道这个人从哪边来 明年呢 会有这几个组合 如果你聚门在这边 天气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注意说 明年同时间这边会有只羊 会是流年羊 所以如果是聚门在这边 天气在这边 这个感情可能啊 会是一下子出现的 一瞬间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冲动的 如果是颠倒过来的呢 是天气在那边 巨门在这边呢 这个啊通常啊 在明年啊 会让你觉得啊 这个感情啊 是会有一点点的 跟你过往想的不一样的人 那再来呢 如果是太阳跟天亮呢 如果是天亮星 在这个位置的话 通常这个人呢 很可能是 你本来就认识的 但是呢 今年才开始联络上的人 如果是太阳的话呢 这个人啊 通常有可能啊 会是你在工作上面 比较资深的前辈 如果说啊 是子威跟贪狼 如果是子威在这边 贪狼在这边的话 那这个人呢 通常啊 会是啊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会是那个朋友圈里面 算是稍有知名度的人 或是意见的领袖 那如果是贪狼星呢 他就会是一个啊 有很好的交际手腕 朋友很多的人 如果是 就是太阳天童在这边的话 这个人呢 通常会来自于啊 朋友 或是家人的介绍 或者是一个 嗯 认识很久的人 那如果太阳在对公呢 这个人呢 他通常啊 会来自于啊 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 那如果说呢 是联向跟破均的话 如果联向在这边 那这个人呢 很有可能来自于 你工作上的伙伴 或者是客户 如果是破均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人呢 有可能来自于你 譬如说网路上面认识的 或者是说 朋友或客户的朋友 但是不小心在某个聚会场上 这样认识的 那如果是 五辅或七煞 如果是五辅在这边 这个通常啊 就是工作上面认识的人 那如果是七煞呢 大概也是这样 但是坦白说 如果是五辅跟七煞这一组啊 明年那个桃花的吉祥啊 除非你有带到路啊 否则那个桃花的吉祥啊 就相对会是比较弱的 因为这是一组啊 不太具备桃花特质的一株星药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看一个工位 也就是说 你打开你命盘之后 你去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 你在你的命盘上面啊 这个当然是流年的夫妻工 但它是你本命的什么工位呢 也就是说 你打开盘之后 你看你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呢 它是财博工 那可能这个人是来自于 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客户 如果是官路工 那就是工作上面的伙伴 甚至是一同在学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你们一同来上我指挥的课 认识的 如果是迁移工 那就是跟朋友出去的时候认识的 如果呢 是仆役工 那就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兄弟工 也是自己的姐妹涛 或者是兄弟朋友介绍认识的 那你会说 老师那如果是福德工呢 福德工当然有可能是你逛画展 或者是学什么东西 但是也 比较多的机会 也是因为你在某种学习的环境 或者是你的客户上面 而认识的这样子的人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 这边我们刚刚讲的 不是有个暗和的意思吗 所以呢 如果在这边呢 同样的 你如果是 刚刚讲的那几个位置 也都可以对应在这个工位上面 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是官路工 那可能是工作上认识的 然后财博工 可能是客户 同样可以对应 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了 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就要注意说 可能 我在这边有官路工 然后有个红乱 但是呢 今年 感觉上面 好像也都没有什么人 在喜欢我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下 周围工作伙伴里面 是不是有人 其实对你印象还不错 这就是暗和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在明年 大家可以利用啊 刚刚这段影片 去评估跟判断说 明年我可能桃花 会从什么地方来 祝大家明年七夕情人节的时候 都可以过得很快乐 搞不好过两个月之后 就可以硬核盘上面的子女工 滑路 生小孩 买房子 也可以啦 总之呢 明年是一个啊 大家已经闷了两年 然后呢希望自己啊 如果单身的话 空虚寂寞 觉得冷了很久了 希望明年可以有些机会 那明年呢 是一个大家都有机会的念 只是有的人呢 他直接一点 有的人呢 刚好明年呢 要仔细看一下 有一些是彼此之间 偷偷在心上 但是有不干正面表达的 那我们可以去举发他 爱要说出来 不要藏在心里面 赶快来爱我吧 好谢谢大家 记得要按赞分享 再加小铃铛 谢谢